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又要逆流而行 三個逆流阿叔 因為有些議題 我們明明知道 跟700萬以上香港人做到 但也要繼續說 今次會有一宗新聞說起 一宗新聞在明報上刊登 內地學衣回流不佩洪流 婦讀通過港執業史反對外援免事 簡單來說 有一位香港學生叫做王喬峰 會考6A 他不甘心入香港大學的引擎 引擎有的也不厲害 於是決定 學習慶南大學醫學的學位 讀完後花了很大的努力 遵知考到執業史回到香港做醫生 其實考這個專業史是很有用的 因為可以篩選到一些差的大陸醫生 他提出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 你不能因為執業史大學 大陸醫生的取錄率很低 因為只有十幾個巴仙 就說在大陸考的醫科生是沒有了道 因為這些大陸的醫科生 其實都是隨便的 想來香港試一試 但外國那些就是要搭飛機 計算過度過才來考 真的很認真 所以別人會認真準備 大陸醫生很多都是試試 他沒有認真準備 就會自行考得差 很好 這就是幫我們說明了 因為現在周界的網民都不斷貼 怎麼可以找大陸醫生 學校率這麼低 很幸運 因為這個人記得利益者 因為他自己就是大陸醫生 大陸學位大就能考到 他這個例子 其實不是幫他試學 他講自己為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我是大陸學位 你都要相信我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不是很認真認真 大陸的醫學 好像我這麼認真 就可以了 接著他講什麼 他就說 為什麼他會贊成這個專業史 首先有一個他沒有說 我幫他講完 因為你考了 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要把現在大陸 大學那些港師 取錄的標準提高 最好再難一點 因為我已經是 我做了的事 我當然想把標準提高 而我還未做的事 我當然想把標準儘量拉低 你問他五年考試好不好 不是 這是我最後才講 這是我最後才講 好 接著他講的原因 他有一個原因我覺得OK 他說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考這個事 我們這些大陸醫生就慘了 因為現在我還可以跟別人說 我考了這個事 你不要歧視我是大陸醫生 如果日後面試了 我們的大陸醫生就慘了 我們就一定會被人說 你是廢柴 你是垃圾 因為我連這個市的標準都沒有 我等一下再講 還有一件事是說什麼 他也是反對那些海外醫生可以免試來香港 不是說大陸 是說英聯邦 他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是製造特權階級 其實我們也聽過 你現在去海外讀醫科 通常都是有錢人 你現在就開了那個門進來 好了 第二是什麼 其實他還有一個原因 我們都聽過 這些一定是同一班人想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可以開放英聯邦 明天不可以開放大陸 每個人都可以開放的 大陸一定是說你其事 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可以開放英聯邦 明天可以開放大陸 你今天可以讓香港人做醫生 你明天都可以讓大陸人做醫生 後天我沒有排都可以做醫生 是的 但這個不管他 但經常都說 然後他還有說 其實都是那些事情 他說現在那些醫生 如果你讓他們來 他們不是全部去私家醫院 走著輸 你輸入了那個海外醫生 他來到香港的公營系統 他很快又輸出了去私營市場 你都幫不到那個香港的醫療系統 你好像我們這些 那麼願意犧牲自己的大陸醫生 考完執意試 長期在香港政府的醫院服務 這樣才能幫助到你 這個就是這樣 你如果拿多些地出 也是建多些豪宅 也是 都是舒緩不到公屋 舒緩不到基層 你拿多些都是去私家醫生 你就舒緩不到基層 當然 當然 我們都是反過來 如果是建了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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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花了所有錢 所以政府就賣不到地 不要說是建了公屋 洗了所有地 你不是沒有人幫到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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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工賭 就因為建了公屋 你就扔了所有錢 但用來建了私樓 還給了發展商 因為建了私樓 是有錢賺的 但你建了發展商 就花了所有錢 如果你用來引入醫生 如果你用來引入 你給私立 公屋 公立醫院 就會受影響 如果全部用來給公立醫生 怎麼辦 全部輸入只給公立醫院做醫生 怎麼辦 那就沒有人來 很簡單 OK 這個不要說 我稍後再講 但我覺得最重要 他有一句 他說什麼 他考了這個執入試 有什麼用 是可以避免這個醫療行業 充斥至髒髒髒事 他說為什麼現在我們大陸醫生 這麼多髒髒髒事 如果我們考了這個執入試 就可以篩走這些給人 我想先問一下Kelvin 我們學術界 考了試之後 會令人格高尚一點嗎 有沒有一些 考完試之後 的人格會提高的例子 考完試的人格 都是這麼卑劣 我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學者 我們之前很多節目公佈 有很多被人盯牌的醫生 全部都考過了醫療行業 為什麼考完都會在醫學界 充滿著髒髒的事情 我從來都不明白 目前這個討論 經常拿一些新聞來講 就說大陸醫生偷人的腎 大陸醫生打點滴 是不是可以打點滴 做手術做到一半就加價 所以就要考過執業史 令到醫生來不到香港 他從來就是搞錯了 考試那樣要考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專業資格 就是會不會做一些 就是有沒有認識 是應該怎樣做 手術才安全 才不會有意外 減低意外 或者有病變 或者其他的意外 一個就是他的操手問題 從來就是搞亂了這件事 他不停地去指控 我都不敢說他就抹黑了 指控內地醫生 就說他操手不好 是 但如果操手不好的話 考不考試 不是 因為考試可以有效 令到減少他們來的數目 就是說 他們來10個和100個 黃蟲來10個和100個是有分別的 10個黃蟲都是黃蟲 一個黃蟲來香港都是黃蟲 其實他們最好就是大陸 就算考試都不行 就是我 但他又不行 他自己在大陸下來 他就不用了 我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為何考了數 人格會高上一點 我現在問回鄭英大師 你好像有個解釋 是不是讀書學歷高一點 考到數學歷高一點 首先他人格都會高上一點 因為他不是大陸人 他是香港人去了大陸 他是品格不同 現在他應該是香港人去了大陸 然後離考了香港市 而大陸的其實根本 如果再按照這些原則 是應該直接不離開 這個最好 香港人才行 這個都不反對 這個都不反對 我只是覺得引入海外醫生的免事 是應該是台灣 英聯邦 美國 那些先進國家免事 我大陸那時候 不如大陸人禁止了 我完全正確 完全誠實 然後香港最不行 就是大陸請了醫生 去醫院 就專門給香港看 但我想問讀書厲害一點 考試厲害一點 人格會高上一點 應該這麼說 他會賣得貴一點 賣得貴一點的意思 是 即是說他人格 價格會比較高 你不要怪我性別歧視 如果一個在夜總會做的小姐 他大畢業是否可以叫價高一點 當然啦 我明白 我明白 以前在很多年前 在二十年前 我們如果有一個大學畢業的女兒 來坐桌 於是因為大學畢業 我未必說她一定叫價高一點 但肯定會好生意一點 即是量是質疑一種 即是如果有一個大學教授 夜總會坐桌又可以再貴一點 這麼老 OK OK 所以 直到現在來講 今時今日 你一個夜總會見到一個大學生 你都會覺得有一個premium 可以給他加 即是無論如何 大學生的價值 但貴一點就不代表人格高上一點 是不是 價格高上一點代表人格高上一點 因為他出賣自己的成本 那個代價就要貴一點 一個妓女的定義的意思 就是假如你給三千元她 或者給三百元去搞她 就事為之一個妓女 但如果給三千萬去搞她 就不是一個妓女 因為你會發現 原來發現 因為是很RAR的 因為三千萬的話 可能你的數量會多 起碼不是人盡可夫 是的 起碼不是人盡可夫 如果價格高上三十億 那你就會覺得是 國母 尖陪中岩 所有人都是計算 就是一個價格問題 三十億不行 一百億 就是這樣 你不計算 只要你可以這麼多價格 我只要想起江澤民條裡 都要講一百億 好了 我講回今次這個 所謂內地醫生 就是那個真金不怕紅龍火 我覺得很諷刺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些標準是取業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看了這個新聞的留言 有兩種 有一通我反而敬佩他們 你說什麼 你不是又是大陸下來的 總之我們就是不信你不過 你聰明一點 你不要讓我捉到你 做收績 臨時加價 這些我覺得反而好 因為起碼你有個性質 是一致性 有些不是 這些就是好的大陸醫生 真金不露 學會不發露 你之前說的那些好像不記得了 你之前說什麼 大陸醫生就是壞的 大陸醫學之間是信不過 買回來 買回來 就算被他考到這個醫學 可能是他負軸的 他根本就沒有資格 他大陸 他有什麼可以考到這個醫學 這麼說 他就算考到的話 他都會受到大陸 因為他跟大陸的 壞影響文化 壞文化 你都會做一半 已經被人們分圖了 是的 我會看壞絲 這個我第一樣不明白 為什麼突然間 這個新聞報道完之後 你的民意又會拆開一半 究竟香港那些人 有沒有他們自己的原則 是沒有的 因為你手時發現他們的原則是會變來變去的 你會發現 為什麼政治立場可以變來變去 人質不不不 但大家都有意見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經常會發生 是 第二件事就是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相信這個執業市 現在他說 我考了執業市 我就可以了 如果這個執業市是這麼重要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改革一下我們香港的醫療標準 因為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萬一有一個大陸人在香港 就算考了這個 就是來做行醫 他出了事 一定是最壞的是大陸人 但我們早前才剛剛看到 有一個聖保陸醫院的醫生 出了醫療事故 是 我們不會質疑他的醫療質素 不會質疑他考了試 都會這樣 是 為什麼考了試都會這樣 那個還有一個醫生 醫生 醫了一半走到第二間醫院 是 開刀開到一半走到第二間醫院 為什麼這些人又會考到執業市 不是執業市 就已經淘汰了這些醫療學界的派 應該這麼說 我也是這麼說 如果你香港經過執業市 或者是一個純正的香港人 去考過這個執業市 然後出來 他會有害群之馬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大陸人來到之後 你考了這個執業市 大陸人 他基本上是害群之馬 這個是一個或然 和必然的關係 就是大陸人 如果不是因為黃蟲的人 基本上大陸人不太好 其實種族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牽涉到 牽涉到一個畫面 和必然性 就是香港 醫生來說 就是樹梨有枯子 但是大陸來到 那就是 就是抽坑出錯就放棄 你想一下 那個聖保禄醫院的醫生多離譜 他說什麼 他說他在撤除腎腫瘤期間 錯誤撤除了悲狀 這樣也可以 為什麼這個醫生 他考了執業市 都會犯這些錯誤 我唯一一個解釋 因為他已經忘記了執業市 教他的 年紀大了 不知道他沒有說到醫生幾多歲 但問題是什麼 香港人 甚至醫學界經常都說兩件事 一就是醫學史這麼重要 考了醫學史 突然壞人都會變得很厲害 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醫學史 是很容易考的 只有不合格的醫生才覺得很難考 我們早前才記得 我們香港有一個大學的教授醫學權威 是 是 他其實現在都不可以在香港執業 就是沒有在香港執業 他是地球有數的醫學權威 是 他都不可以在香港執業 所謂的有限度執業 是 只能夠有限度執業 我就問 我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這幫香港的醫生 譬如這些 切錯東西 切錯了 手術走了 那些無分醫生 可以透過這個醫學史 重新令到他們 快制回 香港 換成香港醫生的自覺 我最簡單的建議 第一件事 大陸醫生怎樣處理 是否完全不讓他們來香港治療 應該 即是 即是有大陸拼音聖事的醫生 其實我覺得 免得麻煩 我覺得 如果現在我想 因為我的立場引入海洋醫生 面試是海洋醫生 那既然你說大陸醫生 即是立法所有大陸醫生 就不准你香港執業 正如逃犯條例 大陸人就不准你 是 但醫生做逃犯 就不准你 不過海外 那你就台灣 這個要收回他的牌 應該有追索 是 即是投資香港 所有現在香港執業的大陸醫生 都要拿走 你香港出世大大嗎 是的 你在大陸被人分逃了 不單止大陸醫生 現在有超過100個大陸醫生 應該立即走 100個很少 沒問題 我現在海外外 隨時有兩千五千個都不值 就算是在大陸讀完 醫學學位 發芬圖強 我們都不應該信得過 這是第一樣 第二個就是執業史 如果執業史這麼重要 那就是年年考一次 計算是剛才他又成立了 這幾年 Barcelona 很難看 他說�護力 這麼厲害 不用再考一次 我們又放假,又放兩個星期間 每天這麼有空 即是在所有私家醫院執業的醫生 每年都要有120小時的時間 就是要入到公立醫院做 然後每三年就要下一次 因為我們需要這麼多時間 那個公共支援,好像是一個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說,共產黨高幹是共產黨的支援 所以他去看醫生,所有事情都要由高幹負責 但長遠來說應該要像共產黨一樣 把所有私營醫院收歸國旗 全部是養和人民醫院 那些什麼呢? 播度國外國醫院 其實加拿大有些類似 雖然是全部私立,但全部都很空閒 不過問題就是,他們全部都沒有私立醫生 大家是私家醫生,你要放水 不過問題就是,你一定要跟系統去什麼 那個人,加拿大曾經試過有一個人 他是醫學院長來的 那間醫院的院長來的 然後他自己霸尖看回自己的醫生 結果就被人告,不知除牌還是怎樣 是很公道的 所以全部加拿大有錢人都在美國看醫生 最後就是,考過醫學執業試三年考一次 誰不合格就除牌 不過可以給他機會,他下年再考一次 下年考到,那就被他腹牌 再考不到就麻煩了 而且這些都不符合 那個極端的說法,直接轉為公營的時候 然後不僅僅要轉為公營,還要減到人工 我看你到時收不收紅包 對呀! 我們怎麼可以給他們這麼貴的工資 大陸是否收不收紅包 看你們那個病假有多高 收不收,會不會做到一半就不做 反而是問,到時還有沒有人會肯讀醫科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今天真是你的朋友醫生 對呀! 好!這一集就到這裡